你敢相信眼前这只猎口女 竟是丹蒙妹子假扮的 眼看她张开樱桃小嘴 准备体验一下拉丝的感觉 我却丝毫不怂主动撅起了小嘴 我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是我有独特的爱好 而是因为我的器官会自行修炼 包括五官五脏六腑四肢百海的 我只是看了一眼功法 耳边却突然想起提示音 你的心脏将入门功法修炼至圆满突破练气一层 修炼真是枯燥又乏味我不由自主地伸了个懒腰 你的心脏吸收了朝阳子气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提升 在我和器官们的科普修炼下 终于通过了宗门的考核 但我并没有得意忘形 听说附近有一位蛇婆婆作祟 此地不宜久留 所以要赶快离开这里 可我刚走出两步半 草丛里突然传出稀稀索索的声音 哇好大一颗草 一条蛇尾迅速串出将我缠绕了的结结实实 无论我如何挣扎蛇尾都纹丝未动 这也是一张面目猙獰的脸凑了过来 在我身上闻了闻 然后感叹了一句 真是一坨香喷喷的小鲜肉 味道肯定棒极了 而我这才认出 她的身份竟是传闻中的蛇婆婆 就在我以为在结难逃的时候 提示音再次想起 你的甚长时间没有见到美女 因此对眼前的蛇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的嘴巴觉得甚说的对 决定尝尝蛇精的樱桃小嘴 经过投票全身上下 除了你全都赞同他们的做法 于是在蛇精震惊的目光中 我不由自主地撅起了小嘴 要不是我还被她的尾巴束缚着 早就亲过来了 眼看够不着蛇精 舌头也跑出来凑热闹 像钩手指那样晃了两下 蛇精顿时就僵住了 哪怕没有碰到也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吓得她连忙将我甩在地上 一阵烟雾生疼过后蛇精就不见了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呆萌可爱的粉毛妹 不过她正气鼓鼓地瞪着我 好一会她才偏过头去冷哼一声 你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言我下意识地说道 我叫叶青叶青的叶叶青的青 虽然但是算了我记住 说话的同时腾空而起 那你也给我记住了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一个是长相帅气 脑子却有病的废柴少年 一个是身材炸裂 修为却逆天的天才少女 明明是青梅竹马且有婚约的两人 长大后却发现仙凡殊途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然而少年的父亲却无法接受 顾兮痛下血本把少年送到了未婚妻所在的青云门 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有病 而且没有修炼资质 肯定通过不了入门考核 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我仅用两分半便掌握了入门功法 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心脏和气海的配合 不仅是他们还有眼睛嘴巴鼻子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也纷纷邀功 因为我的器官全都觉醒了 他们不仅拥有了自我意识还会独自修炼 正因如此 我被所有人认为是个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 此刻我刚回到青云门 便看到了一个英姿萨爽的漂亮尸姐 殊不知眼前这人正是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妻 你的眼睛为了看美女决定凑近一点 你的腿觉得很赞已经复出行动 就这样我横着冲了过去 差点没把师姐扑倒在地 待我回过神来便看到师姐面色阴沉看着我 如果我说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信吗 虽然说话的同时 我还用不礼貌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 但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啊 正当我准备向师姐道歉 然后逃离现场时 你的眼睛觉得飘逸的长发挡住了视线 于是决定将她拨开 你的左手和气海绝的眼睛说得对一抢先行动 如此近的距离 加上突然出手导致师姐都没来得及闪避 见到这一幕的师兄弟们全都傻眼了 就算给他们十个狗胆也不敢当众调戏苏师姐啊 不出意外她会在两秒后将我打飞 因为她的愤怒已经一于言表 只是随手一击便把我打飞出去两米半 落地的瞬间我感到无比庆幸 同时也有些惊讶 眼前这名年纪轻轻的师姐 竟然有浓郁到极点的金丹修为 好在她不看南平文 不然我现在连渣都不剩了 就在这时她丢了一块令牌过来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夜清两字 的确认主后便是我的身份凭证 我连忙向师姐道了 生谢就要将她挂在腰间 不料师姐看向我的目光突然有些诡异 这块玉佩怎么会在她的身上 他们是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从小两家便有了婚约 曾经的他们以为会一起长大 然后结婚生子再到白头偕老 可如今他们却形同陌路 仿佛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一个是身材炸裂的金丹大门 另一个却是毫无修为 脑子也有病的废柴少年 先凡有别终究无法逾越 所以当她看到我身上的玉佩时 便暗自决定要斩断这段成员 此时我刚准备将身份令牌挂在腰间 却突然注意到师姐诡异的目光 仅此一言我就领悟了她的意思 于是连忙将身份令牌揣入怀里 还是师姐比较谨慎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腰间呢 苏师姐若有所思 没意会便有了主意 因为我的资质比较一般 所以她为我推荐了一门好功法 以后修炼上遇到什么困难 她也能指点一下 这就是苏师姐能为你做的了 刚进入传法堂 就有一名内门师兄过来为我讲解规则 你只能在第一层挑选时间只有一天 按照师姐所说 我来到角落里找到了她说的那本青木长生诀 只不过上面落满了灰字 真是狗都不愿意看的那种 但我细细品味后便发现这本的确适合修炼 因为这是最纯正的练器功法 而且拥有极强的兼容性 所以我的眼睛嘴巴鼻子耳朵 五脏六腑四肢百海等应该都能修炼 片刻后我又找到了两本其他类型的功法 一本是适合心脏修炼的天罡练体 另一本是适合领海修炼的练魂法 但这两本都是极难修炼的高阶功法 我不禁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修炼 你的心脏觉得被小乔了提出了抗议 你的领海默默地点了个赞 文言我连忙向他们道歉 别人心痛那都是假的 我这是真心痛啊 求求你们别闹了就选这两本好了吧 当师兄得知我选的功法后 不禁露出了蔑氏的眼神 人贵有自知之明 就你这样的废柴 选择这种功法也是白忙活一场 不如听师兄一句劝 只修炼那本青木长生诀 虽然他说的比较有道理 但你的心脏领海丹田都感受到了羞辱 于是决定对回去 你的眼睛嘴巴鼻子表示愿意配合 呦呦呦 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他明明是脑子有病的废柴少年 却选择了最难修炼的两种功法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傻子 因为领悟功法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一天 以他的天赋别说修炼两种功法 就算领悟前两页都够呛 田儿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不仅有25分钟便将三种功法修炼到了大城 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器官觉醒了 他们不仅拥有了意识 而且能独自修炼 此是我自自诛心说的师兄哑口无言 说完我迅速转身走进了参务室 带师兄回过神来想找我麻烦的时候 眼前却多了一道深意 苏师姐前来只是想要知道 我有没有按照他说的做 但师弟回答时的表情有些异常 于是他就多问了一句还有呢 当他得知我选择的另外两种功法后 有些惊讶地嗡了一声 然后留下了一句 等他出来之后让他来找我 目送苏师姐离去 男人擦了擦不存在的虚悍 难怪那小子这么转 原来是因为有苏师姐给他撑腰 就在这时 功法大成的一项弥漫而出 所有人都在疑惑是哪位天才突破 但只有男人知道 参务室里只有一个人 此时我也有些猛 我才看完还没开始修炼 怎么就大成了呢 你的丹田因为之前吸收了 朝阳子气催发了木气 修炼速度大幅度提升 你的丹田建议多吃竹笋 吸收木支气 你的嘴巴和四肢默默地 给丹田点了个赞 并决定今晚去紫霞峰后 山的紫竹林里吃竹笋 你的心脏不甘落后 建议吃完后 顺带去紫霞峰的温泉里泡澡 你的眼睛强烈赞同心脏的做法 因为那里是所有男弟子 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我刚走出参务室 就被师兄给喊住了 本以为他是为了 刚才的事情来找我的麻烦 不料他一脸和善地凑到 我耳边低声说道 但会见到苏师姐 你可要替师兄美言几句 文言我一副 你在说什么胡话的样子 我和苏师姐就见过一次而已 这副模样绝对不是装的 师兄先是有些疑惑 紧接着一拍大腿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提升 在师兄疑惑的目光中 我一溜烟地跑向了后门 直到我的身影彻底消失 师兄忽然想起苏师姐 交代给他的事情 完了这下全完了 如果师姐生气了 他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与此同时 一群师兄弟们在卖力地吆喝着 走近后才知道 他们说的是正魔冲突 难道要爆发正魔大战了吗 非也非也 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临时矿脉 但天魔门也要过来奋一杯羹 于是两个门派决定 举行一场新秀比动 我一眼便看出师弟 你是条乾隆 就等着这个腾飞的机会 然而他三言两语 却让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待会我还要搞大事情呢 所以一定要低调行事 你的心脏觉得你说的对 为你增加了一些气血 虽然没忽悠到他 不过已经有这么多师弟参加了 肯定能转一大力一边 我不由自主地跑向了紫霞峰 哪怕提出抗议 双腿也觉得你说的毫无道理 好在紫霞峰是有阵法守护的 这才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随手抄起一根枯枝扔了出去 原本还是完好无损的木枝 下一瞬便化作了漫天的木屑 这一幕让我不由地生起了退意 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曾经一心求到的天才少女 如今却满脸忧愁 只因废财为婚夫带着定亲信物 找上了青云门 如果自己只是普通资质 也许会嫁给他成就一段佳话 但先反有别成为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为此他下定决心斩断成员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苦等一天 叶青竟然没有来 为了调理心情 他打算去后山泡温泉 殊不知夜老六正在后山偷家 此时我看着漫天飘落的木屑 不经心生退意 不如咱们先回去从长记忆吧 你的心脏觉得你胆小如鼠 作为他的主人怎么能退缩呢 你的手脚觉得心脏说得对 给你添加了一分自然灵气 让你不会被护山的阵法给识破 虽然我不怎么相信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试了试 结果一下就穿过了阵法 片刻后 我隐藏于灌木丛之中缓慢前进 不料又引起了全身器官的极度不满 你的手脚决定放开手脚 要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 于是我一路飞奔来到了子竹林 迎练袭来的灵气让我不禁感叹 要是能在这里修炼 速度肯定能快两倍半 说话间我猛然挥剑劈去 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怎料铁剑当场裂开竹子却完好无损 这特么就算是使铁兽来了 也不一定能吃掉这竹子 我才冒出这个想法 又被器官们鄙视了一番 你的脑子觉得你蠢透了 咱们明明是来吃竹笋的 你的手决定辅助大脑寻找竹笋 于是一把抓住了一根无辜的竹子 然后使劲把它连根拔起 你的大脑发现了所需要的竹笋 并怒斥手脚做得不干净 毕竟这竹子活了几百年 片刻后附近几里地在无一根竹笋 在吃掉它们之前我还是有些担心 要是突然来个人那就完了 你的心脏觉得你又怂了 给你输送了一万多点豪气 你的手和嘴巴配合这次的行动 决定吃掉竹笋 在全身器官的配合下 我的修为竟然瞬间提升到了练气三层 紧接着练气四层练气五层 一路突破毫无瓶颈 最终我的修为定格在练气九层 爽就一个字 不过被抓到的话绝对会凉凉 你的心脏觉得你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温馨提醒一下该去泡温泉了 你的手脚决定配合这次行动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温泉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这个温泉禁止所有男人进入 而我却在里面泡了两个半小时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温泉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此时我恨不得挖个洞躲起来 要是被他发现了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只因温泉里的人是天才少女苏世姐 这时寂静的温泉里突然响起苏世姐冰冷的声音 别躲了出来吧 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但苏世姐你能听我狡辩一下吗 苏世姐的回应只有一个字 红石剑只对准了我 然而世姐攻击的目标却不是我 而是身后竹林里的一个黑衣人 见到这一幕的我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还有其他人呀 但战斗的双方都没控理会我的问题 黑衣人一出手就是杀招 想要冻结整个温泉 不料却被苏世姐轻易破解 交手两个半回合后 两人的实力竟然不分伯仲 而苏世姐也知道了黑衣人的意图 他就是敌对势力派来暗杀自己的 因为自己修炼的身法功法 以及主修木灵器对方都知道 不仅如此他还能悄无声息地潜入紫霞峰 所以宗门里肯定出现了叛徒 不过我想走的话你也留不住吧 闻言黑衣人冷笑一声 掏出了一根笛子吹了两秒半 苏世姐惊讶地发现自身的灵气在快速消散 黑衣人迅速掏出匕首 准备蓄力最后一击 苏世姐想了见抵挡时动作却变得无比迟缓 谁还是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手臂却被划出了一个血口 此时黑衣人反倒不着急下杀手了 因为匕首上涂满了剧毒 所以并不担心他会逃跑 跑得越快死得越快 正因如此黑衣人膨胀了 一把扯掉面罩露出了真容 原来他是天魔门真传弟子王天煞 见到这一幕的我无比纠结 我这个炮灰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这是我耳边响起了苏世姐的声音 补充意外是让我去找旧兵 他表示还能拖延一会 但王天煞手中有那件神秘的法宝 再加上苏世姐已经深重剧毒 所以他说的话 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信 下一刻 苏世姐汇聚全身淋漓于一点 我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却能狂山精丹大能的嘴 只因我的器官觉醒后 不仅拥有了自我意识还能独自修炼 更是在不久前集体突破了炼气九层 因此看到苏世姐落难的时候 我在想该怎么逃跑 器官却在想待会要怎么装 眼看灵力即将到达极限 苏世姐这是打算要自爆呀 于是我连忙出生制止 准确点来说是你的嘴巴说的 王天煞没想到这小子不趁机逃跑 竟然还敢站出来 苏世姐也有些气恼 他竟然不听自己的话 文言我欲哭无泪 你以为我不想跑呀 你的嘴巴觉得是时候该他登场了 如此危机时刻 我又怎能丢下你独自狗国 苏世姐差点被我一番情深义重的话语给感动到了 不过王天煞没有被感动还非常生气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连忙开口叫停 现在知道求饶弹已经晚了 王天煞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就绪 你的丹田提供了百分百的灵气 你的手已经准备好了蓄力一击 你的身体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于是朝王天煞勾了勾手指头 你过来啊 见状苏世姐顿时就急了 叶青别乱来你不是他的对手 话一落下 他才发现两人都站在原地没有动手 然而下一刻一种无比清脆的声音响起 王天煞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打飞出去两米半影 此时他眼中充满了骇然和不可思议 因为在他眼里我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到他怀疑人生 就连天才少女苏世姐都没有看懂发生了什么 但他并没有多想 悄悄地抄起了长剑 在我和王天煞打得正欢的时候 苏世姐突然爆发打了个措手不及 王天煞的眼里满是不甘淡还是隐恨当场 苏世姐这才呼出一口气 然后用诡异的目光看向了正蹲在地上的我 老实交代你还是叶青吗 或者你也捡到了一枚戒指 而里面住着一个老爷爷或者老奶奶 文言我顿时就愣住了 心想你该不会是在自我介绍吧 我当然是叶青 这身份你不用质疑因为我和原生重名 苏世姐见我信心十足的模样 于是换了个问题 你之前的修为很低 甚至今天才领到功法对吧 曾经一心求道的天才少女 如今却满脸纠结 只因废柴未婚夫竟然跟她有着相同的机缘 如果她能走到自己这一步 也许两人之间还能有在一起的机会 原来苏世姐见识到我的实力后便产生了怀疑 你之前的修为很低 甚至今天才领到功法对吧 眼看答案就要呼之欲出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个不方便说 苏世姐面容平静 仿佛早就知道她不会老实交代 那就说点方便说的吧 你应该知道紫霞峰是男弟子的禁地 而其中的温泉更是禁地中的禁地 你的嘴巴拒绝了这次配合只想听自我表达 其实我是的天才 自童年起便在暗中保护着人族 但没想到隐藏了这么多年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提前得知了消息 听完这话苏世姐若有所思 虽然知道你是在狡辩 但她也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 还好这嘴没有胡说八道只是在胡边乱造 我刚安下心来想夸奖一下器官呢 苏世姐的眉头突然挑了挑 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子竟敢偷袭自己 只见我绝着小嘴越凑越近 嘴里还呜说着师姐亲一个 师姐我喜欢你 师姐来帮暖下被窝 苏世姐越听脸越黑到后面都没法拨出来 终于怒气直累积到了某一个点 苏世姐呈现出了我刚才的操作 经过这两下器官们全都老实了 但受到伤害的只有我一个 凭啥我要承受这无望之灾啊 见我安静下来不再闹他 苏世姐这才说起了正事 原来他想把今天的事汇报给宗门长老 所以想听听我的意见 不料却遭到了我的拒绝 因为王天煞只是天魔门的一个真传弟子 这间接证明宗门里有叛徒 而且叛徒的地位应该不低 或许就是某个长老 如果直接告诉宗主 那宗主势必会跟长老们说 苏世姐觉得我说的颇有道理 于是决定先自行调查一下 没想到叶青你的心思如此缜密 过些天我有时间 如果修行上有问题可以去洞府找我 你的心脏被夸了一下已经挑了 决定跟这位美丽的世姐表白 听到这话我顿时就急了 为了挽留最后一点形象 于是我不顾器官们的阻拦飞奔逃离的现场 目送我离去的背影 苏世姐有些犹豫要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行不行 自己是一心求道的修士 又怎能被这些儿女情常束缚呢 完了完了 聂老六她事发了 不仅被人当场抓获 你的嘴巴还见兮兮的出来包揽责任 这下引得众人群情激愤 更有甚者表示要把她剥皮抽筋 第二天一早 紫竹林里突兀的多出了一个坑洞 把视野往上抬一点点 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坑洞 世姐们全都气炸了 只因竹笋是炼制养颜丹的主要材料 如今竟然有人胆大包天 偷走了所有的竹笋 要是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绝对会把她剥皮抽筋 殊不知我早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要怎么突破住击 你的眼睛觉得去看看美女 说不定就突破了 于是决定去宗门广场瞅瞅 可我刚出门就看到一群人 怒气冲冲地朝我冲了过来 眨眼间一人来到镜前 强行塞给我一个盒子说道 兄弟这是你要的东西 紧随其后的众人瞬间将矛头对准了我 你的心脏看不懂发生了什么 但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你的嘴巴给心脏点了个赞 决定配合他的行动 王矮虎是我兄弟 话一出口我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 不是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文言众人顿时露出一副看傻子的神情 别装了快把助击单交出来 众人也纷纷附和就是就是 你别不识相 这可是外门排名前十的葵师兄 被他这么一说我有些惊讶 难道这是天赐机缘 虽然我也很渴望这个助击单 但还是决定归还给他们 不料他们见我一副慢慢吞吞的模样 当场就怒了 现在归还只打断你的一条腿 不然打断你所有的腿 你的心脏觉得叔叔可忍他不能忍 你的嘴巴决定配合心脏的行动 于是歪嘴一笑朝他勾了勾手指 师兄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走了过来 结果却看到我掏出了一个友好手势 师兄被人如此戏耍当场就怒了 他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然后就被我打飞出去两米半眼 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一个刚入门的小子竟然真的敢动手 你的嘴巴表示他不仅敢动手还敢动嘴呢 你现在最好跪下叫爹 不然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话说事不过三 接连被人如此挑衅使 他已经动了杀星 眼看一抹寒光洗来 你的器官们却没了反应 傻眼了傻眼了 叶老六竟然被人给反套路了 就在刚刚 他的拳头距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 两秒后他会把我撕成碎片 你的心脏和丹田聚集了海量灵力 你的手极度配合发出至强一击 见状奎师兄冷笑一声静感不自量力跟他对拳 不要我的拳头后发先制 当场将他超飞出去两米半远 见到这一幕 别说是其他人就连当事人的我都猛了 区区外门前事也不过如此 话音落下就听到奎师兄喊出了那句经典语录 你给我等着 他用最霸气的语气喊出了最耸的话语 不就是打了小的来老的吗 这种剧情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然而不同的是 王安虎竟然还赶过来找茬 他先是对我好一番夸奖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也给他回了个友好手势 但他不是一般人非但不尴尬 还向我讨要东西 我自然不会惯着他 当即挥了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去去去哪来的小孩到一边玩去 这明定是我的东西 王安虎一听顿时就急了 这可是某个大人物要的东西 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叨了你 说完我恶狠狠地瞪着他 不料他丝毫不耸跟刚才落荒而逃时的模样 仿佛是盼若两人 王安虎扬起了拳头愤怒已经一余言表 见状我连忙白手喊停 你确定要动手吗 想好了再说不然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说话间就听到扑通一声 王安虎趴在了地上 看到他这副模样我顿时就乐了 上一秒还一副你死我活的模样 下一秒就跪地哀求 论脸皮厚度我都自愧不如 不过你想拿回这东西也不是不行 叫爹我就给你 王安虎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一连叫了好几声爹 然后飞速抢过我手中的盒子乐呵呵地离开了 不适合我 不过以我的资质就算不依靠住鸡丹也能突破 你的丹田听到了你的心声 决定帮助你不依靠住鸡丹突破鸡 以其他的器官听后纷纷表示赞同 只有我一个人表示反对 求求你们别乱乱 他是备受瞩目的天才少女 也是世人眼中的冰冷仙子 可他却有个废柴未婚夫 未婚夫第一次上门找他 却差点被他的追求者给活活打死 原来我提出反对意见后 器官们全都装作没听到 自顾自的跑向了苏师姐所在的院落 在一众弟子疑惑的目光中 我敲响了苏师姐所在院落的大门 所有人都傻眼了 究竟是谁给他的胆子去打扰苏师姐 但接下来的操作更是令众人没想到 只应敲了两秒半没人来开门 于是把双手轮得跟风火轮一样开始砸门 器官们非但不觉得有问题还洋洋得意 这是一名好心师兄上前提醒道 再这样敲下去肯定会出事 文言我欲哭无泪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但他这话却点醒了一众器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攻略冰冷仙子 男人竟然当面教训起了他的废柴未婚夫 还扬言要打断他的第三条腿 但男人并不知道我这未婚夫的身份 而我也不知道眼前的冰冷仙子苏清月就是我的未婚妻 只有苏清月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他并没有当众表明身份 只是看向男人时的目光变得有些冰冷 此时我不免有些焦急 因为这些器官又在装死 你们刚才装的那么厉害 现在怎么都不吱声了 好在危机时刻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 你的丹田为了调动灵力使出了吃奶的劲 你的手准备好了蓄力一击 黄毛怎么也没想到他敢用手音和长枪 竟然差点击碎了自己的道心 因为本该削铁如泥的长枪面对拳头却不堪一击 好在枪毁人亡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烈青你怎么来了 苏师姐有些惊讶不是说好过几天再来的吗 师姐这人想去打扰你修炼 我这就让他给你道歉再打断他的一条腿 说完黄毛暗自窃喜 这下苏师姐肯定对他好感大增 只不过他没注意到苏师姐的脸色已经冷了下来 然后就听到苏师姐用温和的语气说道 叶青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既然来了还不快进来别在这傻站着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傻眼了 黄毛甚至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出了问题 不过他还是迅速回过神来威胁道 你今天敢踏入这门那你就死定了 而我头也没回默默的竖起了根终止 到了院里苏师姐觉得我的功法过于单调 于是决定教我一种功法 经过两秒半的思考 我向他求教了一门速度较快的身法 只不过苏师姐并没有直接答应 你练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逃跑的时候能够快一点呀 只因你不需要比敌人快 只需要比队友快就行 苏师姐沉默了好一回后 才决定教我一门名为天机图的功法 本以为这是一门很厉害的盾术 不料苏师姐却告诉我这是一门很厉害的盾术 文言我顿势垮下脸 虽然他们都叫盾术 不过此盾非彼盾 我明明想要的是一种逃跑极快的盾术 天才未婚妻却教了一种防御极高的盾术 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教错了 于是又讲了一遍 可他却表示这门功法很扛作很适合你 只因你的情敌实在是太强大了 片刻后 苏师姐将天机图的修炼方法传给了我 怎么样学会了吗 苏师姐语气平淡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你的心脏觉得被美女小瞧了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增加 经过一众器官投票 决定要在美女面前卖弄一下 你的手脚有些不知所措所幸 直接自我运转 下一刻 我身上的灵力突然开始飞速运转 而我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苏师姐一脸惊愕 这是要打算突破助击啊 可不依靠助击单突破的成功率 不能说有多少几乎是没有 经过两秒半的沟通 苏师姐决定帮我压制突破 不料他动手的瞬间 一股强悍的气息袭来 差点把他先飞出去 此时我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就已经突破了 没想到我穿越过来还不到两天半 就从练器一层突破到了助击境 如果让苏师姐知道 恐怕他再难以天才自居 不过器官觉醒这么神经的事情 自然不能跟他说 不然他肯定怀疑 我是个脑子有病的傻子 既然你突破了那盒天魔门的大兵 你必须要参加 苏师姐的语气不容拒绝 到了晚上我在房间里睡得安详 耳朵却突然发出了警示 你的眼睛为了自身安全 强行睁开了眼睛并开启了夜视功能 你的身体配合行动瞬间起身 你的耳朵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 正在偷偷摸摸地靠近房间 此时两个黑衣人悄悄摸摸地到了窗户边 反复确定这是夜清的房间后 其中一人掏出了一根小管子 然后用小管子在窗户纸上戳了个洞 殊不知窗户里的我目睹了全过程 这种套路感觉好熟悉啊 我连忙捏住鼻子躲到了一边 此时你的嘴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以迅雷之素凑了上去 往小管子里吹了一口气 另一边一股白烟冒出 全喷在了黑衣人的脸上 他明明是个无法修炼的废柴少年 却总是被各种天之骄子针对 可我非但不怕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以迅雷之素凑了上去 含住小管子往里面吹了一口气 另一边一股白烟冒出 全喷在了黑衣人的脸上 顾名所以的同伴看到他咳嗽了好几声 然后就没了动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只可惜黑衣人无法给他答案 就在他疑惑之际 突然注意到门前多出了一道深意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说往我脸上竟显得意之色 黑衣人脸上的疑惑更重了 那可是能放倒石头牛的药量 你居然没事 文言我懒得跟他解释 老实交代是谁派你们来的 黑衣人没有说话选择直接动手 但两秒半后他就后悔了 因为眼前这人竟然突破到了助击镜 交手瞬间他就知道自己绝无逃跑的可能 因此面对我的再次提问是 他选择了沉默 不过宁死不屈在我这里可行不通 你仔细想想他每个月才给你多少零食 值得让你为他卖命吗 话音落下他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但经过两分半的友好劝说 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黄石人师兄给供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透露了黄石兄身后有靠山 可我相当不屑 咱们一身正气岂会惧怕于他 黑衣人顿时就尬住了 这是正气能解决的吗 我稍微沉思了一会便决定放他们回去报信 以帮我转报黄石人 明晚在紫霞峰座的了结 如果他没胆子去那台以后见我都得叫爹 黑衣人觉得这样说有些不妥 但还是表示一定会把原话带倒 片刻后我咨询了另一个黑衣人 因为要劲太大他过了两分半才回过神来 而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扬起拳头就向我砸了馆 其料被我轻松化解 还爱了一嘴巴子 再次经过两分半的友好劝说 黑衣人终于决定帮我转告消息 我见兮兮的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与此同时 黄石人看到狼狈不堪的黑衣人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他十分纳闷 见状黑衣人不敢隐瞒一五一时的把事情说了一遍 黄石人听后脸色越来越阴沉 直到听到那声爹 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完了完了 我的器官终于要造反了 全身上下包括脑子没一个消停的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床上酣睡 身体突然蹦搭起来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渴望声 你的眼睛要看小姐姐 你的身也想看 你的手表示赞同 我明明是个证人 君子卫和器官都是些不正经的玩意 说完器官们却不为所动 哪怕我用手捂住耳朵 都能听到他们的欲望回响 就在这世门外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器官们全都安静了 开门后我有些惊讶 原来是坑货王安虎 但王安虎比我更加惊讶 他是来找叶青师兄的 不是来找这损货的呀 你的器官觉得被这坑货给小瞧了 决定要自由发挥一下 怎么就不能是我 我就是叶青 叶青就是我 但是叶青师兄已经铸鸡了呀 你昨天出手的时候 修为最多也就练起九层 既然不信那一事便知 我当即决定要报昨天的仇 王安虎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一巴掌拍飞出去 跌落在地时 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是助击修为 什么 你还不信想要再试一下 见我一副随时要动手的模样 吓得王安虎连忙起身求饶 草民见过叶师兄 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夸赞之词 都给我整无语了 两秒半后 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行了找我有什么事 原来王安虎是为了和天魔门的 新秀彼斗之事 虽然我没有报名参加 但突破助击的弟子都默认要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彼斗是生死决斗 一不小心就会要命 所以王安虎只说了很危险 但重要的部分给隐瞒了 不过在我千年杀的威胁下 还是知道了真实情况 天魔门弟子肯定不会放过 杀青云门弟子的机会 既然这么危险那我不去了 王安虎你想个办法帮我推掉 文言他连忙摆了白手 刚想说自己没办法 却见我指着他说到 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让你尝尝千年杀的威力 到了晚上 黄世仁如约而至来到了紫竹林 本以为这次能干掉叶青 起了一群暴怒的师姐 从竹林里面冲出 指着他惊喜地说到破案的姐妹们 肯定是他偷走了所有的主祖 文言黄世仁满脸冷汗 想要狡辩一下 可师姐们根本就不听 他明明是青云门第一天交 却爱上了脑子有病的废柴少年 如今少年被迫参加门派之争 他竟当众说出要等他活着回来 所有人都感动坏了 只因师姐没说出少年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 我刚起身就一脸打了好几个喷嚏 感觉是被某个黄毛给骂了 这时王阿虎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 要不是他说想到了办法 绝对免不了一顿痛揍 可他的办法却是成为内门弟子 届时就不用参加新秀比斗了 但成为内门弟子的条件是精丹修为 而我根本不会修炼这身住机修为 全是靠器官修出来的 所以当即否定了 他这个看似很有用 实际上行不通的办法 王阿虎脸色一变 那就只能用那个办法 如果能装受伤的话 也可以不用上场 听完这话 我差点没忍住动手打开一顿 这个办法偏偏自己还行 想骗别人你当别人是傻子呀 可王阿虎却露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 只因他就是这次新秀比斗的负责人 我就静静地听着他在那里吹 就插在脸上写着不相信三个字 王阿虎淡淡一笑 掏出了一块金灿灿的令牌 然后无比得瑟地在我面前吹起了口哨 虽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但他手中那块是真的执事令 不过在千年杀的威胁下 他还是把真实原因告诉了我 因为这次带队比较威胁 其他人根本就不愿意去 所以宗门给了他一个进入秘境的名额 两天半后 宗门广场前集结了一堆人 因为这次比斗不允许执事以上的人物参加 所以宗门安排了传送阵 让他们通过传送阵前往比斗的位置 片刻后一名老者和一名少女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见状王安虎连忙上前跟老者汇报了情况 两人嘀咕了几句 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少女 清月你跟过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苏清月瞥了一眼人群中的少年 略带温婉的声音从他口中说出 一定要活着回来 话音落下众人感动不已 纷纷表示一定会活着回来 你的心脏有些感动 你的手想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来了来了 没想到正魔比斗的裁判 竟然是一只猪妖 可魔门弟子当面扶杀青云弟子 他却装作视而不见 还声称自己的双眼比火眼还厉害 绝对不会看错 就在刚刚 三长老一挥手打开了传送法阵 众人陆续走入了法阵当中 可轮到我时 王安虎却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示意我小心点 最好等到最后再进去 我有些不明 所以用得着这么谨慎吗 但王安虎一再强调 让我提起了几分警惕 很快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见状我率先走入了传送阵当中 可刚出来迎面就是一抹寒光 一名天魔门弟子挥舞长剑朝我杀了过来 但他实力太低被我轻易躲过 而地面上已经躺了许多青云门弟子 随后出来的王安虎脸色一变 快跑咱们被埋伏了 说话经意把长刀刺到了面前 不过凭借多年混迹的经验让他躲了过去 直到对方还有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眼看对方再次杀来 王安虎心下绝望真要玩了呀 突然一个势大力尘的拳头冒出 将对方打飞了出去 我默默收回拳头感叹了一句 不过如此 两分半后剩余的魔门弟子全都落荒而逃 不过青云门这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弟子 随后在王安虎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大笔之地 可我却有些吃惊 入眼的近视面露讥讽的魔门弟子 还有为首的一只巨大猪妖 众人在他面前如同是两个半月大的孩子 可我非但不怕还想给众人展示一下超高的烤乳猪手艺 你的胃表是还不愿暂且放他一马 经过王安虎一番解释 我这才知道 朱妖当即表示自己绝对会公平公正不会偏袒他人 这话让青云门所有人都怒了 刚才魔门偷袭你怎么不管 文言朱妖冷哼一声 哪有的是我怎么没看见 天魔门弟子也纷纷附和 就是就是他们支持污蔑 眼看这么多人支持自己 朱妖越发嚣张 反观青云门弟子 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朱妖被他们问候的有些不耐烦了 一股强大的气势生疼而起 堂堂青云先门竟被一只小野猪欺压 我的心脏再次提议给大家演示一下该如何烤乳猪 就在刚刚 朱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一声震天吼叫吓得众人连连后退 见状王安虎连忙上前解释 朱大人这都是误会 还是先开始比赛吧 朱妖冷哼一声做了回去 再敢污蔑本官定然饶不了他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比赛吧 众人念念相去疑惑地问到 朱大人你还没说比赛规则 文言朱妖用小脑思考了两秒半 然后一挥手说到你们两边派一人上场 死了就换下一个直到所有人死亡为止 这话让青云门的所有人脸色皆是一变 反观天魔门却露出了满脸不屑的笑容 其中一名魔门弟子走上前来叫嚣要打十个 王安虎也不甘落后大声说道 叶青有伤在身赞且休息 其他人准备战斗 话音落下所有人都犹豫了没人愿意打头阵 这一幕让魔门弟子更加嚣张 一群龟孙赶紧上来挨打 这话顿时激起了青云弟子的怒意 其中一人果断朝他杀了过去 因为那不过是对方留下来的虚意 而真实的魔门弟子在他身后结出了一个血红色的猪网 猪网瞬间发出将他彻底束缚住 魔门弟子凝笑着掏出了一把长剑 看见几方赢得这么轻松 其余魔门弟子纷纷夸赞 王安虎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午 他们犯规使用了暗器 然而猪妖却表示对方没违规 因为规则就是他定制的 文言众人忍不住破口大骂但也奈何不了他 猪妖只是展露了一点气势就将众人压倒在地 赶紧比赛去 再敢胡言乱语猪爷爷把你们全杀了 王安虎气的全身发抖默默捏紧了拳头 你的心肝皮肺腎手脚耳鼻 听了这猪妖的话觉得很不舒服 我有些无奈的说道 你们就别出来捣乱了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啊 接下来又有几人冲了上去 不过结果却无一例外 本以为这是一场势不关己的比斗 可没想到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看着青云门弟子一个个冲上去 然后又一个个倒下 他们之中步伐强者们和天魔门误开 却被对方用卑鄙的手段偷袭 一阵烟雾袭来差点让他晕厥过去 魔门弟子凝笑着落下了长刀 可没想到青云弟子突然抬起了长剑 两人都被命中了要害纷纷倒了下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惨实在是太惨了 这是一名光头上前顶替了魔门弟子的位置 怎么这就怕了吗 现在跪下叫爷爷可以饶你们不死 闻言又又又有一名青云弟子站了出来 交手不过两个半回合 王阿虎气的浑身发抖却没人敢出头 但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灵力大手 随便抓住一个青云弟子扔了过去 这说好的公平公正呢 你连演都不想演一下了吗 猪妖却不以为意 再敢多说半个字直接送你们上西天 这场比斗也没有任何意外 被光头三拳两脚打了个半死 不过青云弟子在冰死之际突然抱住了光头的手臂 然后巴唧一口吃了一小块肉 所有人都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不忍心看接下来的画面 两秒半后光头愤怒的叫嚣到快滚过来 你们别磨蹭了俗话说的好早死早超生 这话气得又又又有一名青云弟子站了出来 你压得敢这么嚣张我去会会你 这时沉默已久的王阿虎终于开口了 还是让我去吧 他无法眼睁睁的看着所有人都倒在他面前 可你是我们的领队啊 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但回应他的只有王阿虎决绝的背影 见状我不由常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点血性 就是不知他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王阿虎竟然跑得贼快 凭借这点仅用两个半回合就将对方打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震 而我也露出了果不其然的表情 这小子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少年出身名门正派却使用各种阴险招数 他苦心修炼两年的千年杀 让对手露出了极为享受的表情 可他不仅没有遭受到师兄弟们的鄙夷 还受到了一番夸奖 因为对手是更加阴险狡诈的天魔门弟子 他们秉承着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只要能干掉对方就是最好的方式 看到光头倒在血泊之中 青云弟子终于兴奋的抬起了头 赢了真的赢了王师兄真给力啊 不过他的方式是不是太恶行了点 听我这么一说中弟子纷纷掩面服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时一名脸上挂着诡异笑容的魔门弟子走了过来 他舔了舔图满剧毒的手指夸赞到 你变态的程度都快赶上我了 然而王阿虎没有废话打算估计重施 可没想到百事不灵的攻击却被轻易躲了过去 王阿虎难以置信对方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眨眼间魔门弟子来到了近前 脸上猙獰的笑容清晰可见 王阿虎双手结印使出了缩身成寸 显之又显的避开了对方的致命一击 下一瞬魔门弟子突然转身一把抓住了王阿虎 紧接着用力一摔地面顿时出现一个深坑 一只大脚紧随其后打算直接把他碾死 看到这一幕中弟子纷纷惊呼出声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念哀悼词了 王师兄一路走好 但王阿虎再次双手合时终于亮出了底牌 差那间王阿虎的身躯拔高五米半变成了一尊巨人 魔门弟子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变得极为难看 王阿虎很是轻易地抓住了对方 冷笑着问到被俯视的感觉怎么样 另一边清云弟子笑着说道王师兄真不地道 不仅吓到了对方还把自己人吓到了 反观魔门弟子那边的脸色已是极为难看 不过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破坏气氛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这个想法正不正经 说话间王阿虎解决掉了那个魔门弟子 这时身后突然响起结结结的笑声 又一名魔门弟子上前扔出了长刀 王阿虎躲避不及顿时被打飞 出去倒在了地上 刚才还洋洋得意的清云弟子 瞬间变了脸色指着魔门弟子大骂baby 就连我身上的器官都快忍不住了决定要亲自出手 不过以我对王阿虎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死掉 出手了出手了 我的器官终于出手了 器官竟然抵抗住了美色 一脚踩在了魔教辣妹的脸上 就在刚刚 王阿虎躺在地上装死 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然后趁其不被完成了反杀 不过王阿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浑身上下遍布伤痕 天魔门弟子借机嘲讽 这人的阴险程度比我们清传弟子还厉害 该不会是我们魔门的卧底吧 不管他是不是卧底 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一名魔门女弟子上前来说道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选择 选择自己的死法 他嚣张的话语 响彻整个大笔之地完全不知何为低调 王阿虎催了一声就凭你也配 说话间果断出手朝他杀了过去 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 虽然想象十分美好 但现实却很残酷 王阿虎被他一巴掌扇飞出去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还敢叫嚣 你拿什么和我斗 说话间女人高高地举起了一个大板斧 下一秒斧头落下就要将王阿虎劈成两半 你的腿表示无法再做官狗咬狗 决定要亲自出手 差那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冲了出去 一脚踩在魔门弟子那张本就不精致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的青云弟子全都目瞪口呆 挖了好大一颗草 这新来的竟然这么猛 就连魔门弟子也不例外 露出了同款吃惊的表情 劫后余生的王阿虎突然想起叶师兄那可是助机修为啊 于是王阿虎做了一个违背良心的决定 他连忙道谢一声叶师兄这里就交给你 然后瞬间消失躲到了众人身后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救你了 我心里抱怨着 可身体还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你们别浪了这可是生死赛 一个不小心咱们都要玩 你的腿热血上头坚决不走 你的全身器官都表示赞同 这话让我欲哭无泪 还是让寡人走吧 我才是正主你们不能违背我的意愿了 这时女人终于回过神来沉声说道 你竟然敢踩我的脸 不过看在你是小白脸的份上 待会人家会慢慢的在你身上滑出七七四百九十的口子 闻眼我脸上浮现出一层冷汗 心想这下完蛋了 看到我窥然不动的身影 一众青云弟子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你全身器官都处于热血沸腾状态 实力发挥百分之二百 你的丹田觉得还不够 决定发挥百分之三百的力量 眼看魔门弟子的毒手来到了眼前 我下意识偏移身位躲了一下 不料这一举动又引起了全身器官的极度不满 咱们不能耸耀硬打 断使我的身体将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魔门弟子看出了我的异常 冷笑着杀了过来 这小子肯定是吓傻了 见状一众青云弟子纷纷焦急的喊道快躲开啊 他明明拥有最强的力量 然而自己却不知道 引得一众师兄弟们纷纷为他担忧 你在干什么快躲开啊 话一落下 就看到魔门弟子被我一拳打飞出去 众人一脸震惊 原来他不是被吓傻了 而是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身为当事人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魔门弟子倒地惨叫出声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右手出手了 魔门女弟子擦了擦脸上的血 怒到你这混蛋还敢打我的脸 我要杀了你 说完他飞跃而起再次杀了过来 这次的速度足足比上次快了两倍 可我丝毫不慌 甚至没有抵抗的准备 不过身体却自行运转 做出了攻击姿态 下一秒重重的一拳 再次打在魔门女弟子的脸上 本就不好看的脸更加难看了 随即我不由自主的一个胯部跟了上去 一把揪住了魔门弟子的衣领 然后使出了盗版的降龙十八掌 一掌比一掌重 每一掌都打在了魔门弟子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的魔门众人都怒了 这是赤果果的侮辱魔门呀 反观青云弟子却有一股莫名的爽快感 就要这样摁在地上摩擦他们 看着狼狈不堪的魔门弟子 我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样认输了吗 谁料这话让魔门弟子更加愤怒 你这专门打脸的混蛋我要和你拼了 话音未落 他就见到一张帅气的脸突然出现在眼前 然后一股钻心的疼痛从小腹传来 但这一击并不致命 不过这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 因为男人动手摧毁了他的丹田 做完这一切我黑黑冷笑一声 既然不愿意认输 那咱们就慢慢玩 女人闻言眼中有血光浮现 你为什么要废了我 我要杀了你 他念念叨叨地重复着这句话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女人身后 师妹 我来替你报仇 女人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说到多谢师兄 闻言师兄突然出手揪住了他的头发 师妹你已经废了修为 不要白白一散不如给我怎么样 男人虽然在询问 但不管他答不答应 这修为最终都会是他的 随后我就看到了 惨不忍睹的同门相残 他们曾是令人羡慕的苦命鸳鸯 如今男人却以复仇为 明炼化了最爱的小师妹 看到这一幕的我被震惊到了 可更加炸裂的还在后面 他还不要劈脸地说道 都怪你害死我最爱的小师妹 我要杀了你为他报仇 听完这话 我整个人都骂了连忙询问器官 怎么样你们对付他有多大把握 你的单天回应到包的包的 你的全身器官都表示小菜一碟 那我可就放心了 接着把好姿势挑衅道 那你还不快滚过来 我在等器官出力 你在等什么 文言他搜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你小子不过是走了大运罢了 这次一定杀了你 可我丝毫不耸当即对了回去 就凭你也想杀我 就算白天睡觉 也不能做这样的白日梦吧 然而两人只是交手 一个回合魔门弟子 就发现了破绽 他迅速出手 五指城找朝我的后脑勺抓了过来 结束了去死吧 可下一秒 一股气静袭来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由于事发 突然他都没来得及抵挡 而我依旧被对着 他只不过多了个挥拳的动作 魔门弟子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满脸震惊和不甘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一边身为当事人的 我都有些迷糊 更别说给他解释了 脑海里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你的单天给你的拳头 提供了300%的能量请出拳 又是一拳落下 直接帮他完成自由落体 就连坚固的地面 都无法幸免出现了一个深坑 做完这一切后 我催了一声 这样的畜生杀了他 差点脏了我的手 不远处一众青云弟子满脸 兴奋欢呼道 胜了又胜了夜师兄 真的太厉害了 听到这些话 我有些无语 你们激动的毛线 这又不是过家家 有本事你们上呀 就在这时 我听到了单天的欲望回响 你的单天觉得这样杀下去太慢了 没错没错 你的全身器官都表示赞同 然后我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抬起左手 只向摩门众人大喝了一声 见状我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你们到底想干嘛 快点把手放下来 前方的摩门众人也很是疑惑 这小子想干嘛 想找事是不是 文言我的嘴巴 不由自主地说到你们这些臭摩门的 说话间声音逐渐变大 小崽子们你们一起上吧 表面上我嚣张地叫嚣着要独占群魔 可背地里我却直呼坑爹啊 因为这一切都是器官们干的 听完这话 摩门众人脸色一黑 什么玩意竟敢这么猖狂 简直是在找死 就连对我信心十足的王矮虎 都认为他肯定是疯了才敢这么嚣张 然而一众轻名弟子却不这么想 叶师兄真不愧是我被楷模 就算他被打死了 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时摩门众人缓缓围地过来 既然这小子找死 那我们就成全他 说完众人呈现何为之事 彻底堵死了我的腿 看到这一幕 我知道现在除了背水一战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听及我率先出 全一名摩门弟子直接到飞出去 见状其中一人喊道 咱们一起上 别给他机会 你的腿发挥了300%的力量 瞬间向后拉开了一段距离 摩门众人再次被震惊了 他竟然躲开了 这是什么速度呀 说话间却不知 我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他们身后 都我站到还敢分身 简直是厕所里点灯找死 你的手臂发挥了200%的力量 瞬间就解决了两人 看到这一幕的摩门众人 有些不淡定了 这小子怎么越战越强 所有人都别藏着掖着 一起出杀招 招先宰了他再说 另一边王矮虎脸色大变 如此激烈的攻击 恐怕连长老都顶不住啊 叶师兄怕是要完了 这是我闭上了眼睛 所有人都认为 我这是束手就擒了 束不住我正在聆听脑海里的提示音 这单天爆发了800%的能量 差那间我的身上 爆发出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势 可摩门众人丝毫不耸 朝着我面门就打了过来 一阵浓烟生起众人连忙后撤 其中一人询问到他死了吗 另一人不懈的笑道 这还用问骂肯定都成灰了 但不得不说这小子还是有几把刷子 能被我们围攻而死 他也应该感到自豪 就是不知道青云门的小别三 还敢不敢上来送死 虽然他刚才很嚣张 但跟我比还是差了 你们也可以一起上 正好把你们全打了 片刻后见众人没啥反应 猪妖站起身来说到 我宣布获胜的是魔 好 就在猪妖准备宣布大笔结果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烟雾中传出 慢着 谁说我死了 谁说我们怂了 罗门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死 另一边青云众人激动地攥紧了拳头 真是太好了 叶师兄竟然还活着 我还没死你们继续 虽然我不由自主面无表情地说出这话 但眼中的杀意已经明为实质 让不少人都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 然而自诩为天才的人却不以为意 他刚才已经受了重伤 现在表面虚张声势实际已是强弩之末 既然你一心求死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师兄弟们 说话的同时力找探出朝男人的心脏抓了过去 下一刻我的左手后发现这眨眼间就制服了对方 直到脖子传来咔嚓一声 他还是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你放开我 文言我随手将他丢在地上满足了他最后的一个心愿 然后我向魔门一方瞥了一眼 用不含任何感情的语气说到下一个 可话音落下全场鸭雀无声 刚才疯狂叫嚣的魔门弟子全都毙了子 你们这就耸了吗 竟无一人赶上来应战 听到这番话的魔门弟子再次怂恿到 咱们这么多人不用怕他一起上 但大家都感觉到了那小子的诡异 明明只有助击 其却拥有着远超助击的实力 眼看还是无人赶上 那就只能我自己上了 当即刷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如疾风掠过带走了好几个魔门弟子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产生了同样的一个念头 疯了 这家伙疯了 杀神这是一尊杀神 大家快跑啊 你干嘛跟着我分开跑啊 不然大家都跑不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还真是魔门的做派 不过你们以为能跑得掉吗 你的腿为你提供了500%的速度 一道血光掠过魔门弟子纷纷倒地 完了完了 我们根本就跑不掉 其中一人满是绝望的说道 而其余人认清现实后 竟主动下跪举起了双手 投降 我们投降了 眨眼间的功夫 地上气刷刷的跪倒了一片 可我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我允许了吗 你们就投降 闻言魔门弟子慌忙看向身后 诸大人救命 我们都投降了